有台湾作家在对岸遭到逮捕 这是本名廖孟宴的台湾网络作家罗森 从去年底就失联 最近传出疑似是因为 这个私下出版18禁书获利 遭到了中共当局重判12年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证实 相关案件正在依法办理当中 而我方海基会表示 罗森的家属已经和海基会联络上 会透过两会既有的管道协助了解状况 投胎西框眼镜 手拿麦克风 在新书发表会上侃侃而谈的这名男子 是名台湾网络作家笔名罗森 进行传出他在年底就在中国失联至今 而且疑似被中国逮捕判刑12年 打开罗森在中国的微博 以及个人网页 如今一片空白 已经好久没有更新 本名叫做廖孟宴的罗森 毕业于名传大学中文系 在广东珠海定居 在网络上时常发布玄幻武侠小说 有许多笔名 不过他在去年下半年失联后 近期传出疑似被中国法院 以私下出版18禁的书籍获利 重判12年 今向有关部门了解 有关被告涉嫌制作 贩卖传播淫秽物品 谋利罪相关案件正在依法办理当中 有没有被判刑 国台办没有正面回应 而罗森失联至今 家人也担心 已经和海基会取得联系 将许两会既有管道了解状况 家属上周确实与海基会联系 配合家属诉求 并为保障当事人权益 基于尊重家属意愿 保障当事人隐私 具体细节 正不对外说明 如今罗森的案件 细节完全不明朗 而且就发生在2024总统大选前 未来将如何发展 难免牵动政治 敏感神经 记得咱们王文成 特别总统大